空污中级狠角色PM205 是一种非常细小的悬浮微粒 只有头发的二十八分之一 肉眼看不见 口罩也无法阻挡 容易伴随呼吸 进入呼吸道 引发咳嗽 过敏 降低肺功能指数 诱发气喘 穿透飞泡的微血管中 既有血液循环到全身 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PM205不止危害身体健康 对皮肤的伤害性更是直接 轻而易举渗透皮肤 每个毛孔里 可以近约40颗PM205 破坏肌肤的天然屏障 和造成发炎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实验 看看这灭火器里边 到底有多少的颗粒物 好 现在我们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瞬间 这个钢里就变得烟雾弥漫 我们的测试仪 已经完全的被淹没在 这个烟雾之中了 完全看不到了 现在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树枝 这个粉尘真的是特别的多 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平均数值 从最后的测试结果来看 分入干粉之后的 鱼缸里PM2.5的数值 已经达到了25.870毫克 每立方米 是最初市值的570多倍